通常我们的sir和姑娘在教导和引导的期间 就会从技巧的角度和社交意识和社交礼仪的角度 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懂得如何更加合适地表达他们的怀疑和谨慕之情 我们真的会将一些步骤写出来 告诉他们其实当你要开展一个话题 又或者想跟一个你有好感的朋友的对象去展开话题的时候 究竟是不是真的单刀直入 一来就说我很喜欢你 可不可以做我的女朋友或男朋友 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实我们都按部就班 有一些我们叫做试探 或者找一些共同的朋友 去了解一下对方 其实对你自己的观感是怎样 才再做进一步的行动呢 又或者一些社交技巧就是 怎样去拒绝别人呢 可能他们是被追求者的 但我又不太喜欢对方的时候 那我应该说一些什么的说话 善意得来 又不要厉害对方 软转地地去拒绝呢 那我们都会教他们这些社交技巧的 好 谢谢大家